看影片之前提醒你 热点网站还有更多内容 昨天被荣佛宗教局没收 疑似印有天房图案的垫子 其实是小张的祈祷垫 而不是擦脚步 勇望超级市场A1B和供应商在风波发酵之后 昨天晚上联合发文告澄清 由于货架上的商品标签放错了 才会造成这一次的误解 文稿当中就解释 供应商早前供货的时候 沿用了旧产品的生产编号 导致祈祷垫的产品描述被误制成了擦脚步 但这项错误很快已经被纠正了 这两家公司都表示将继续配合柔佛宗教局和执法单位的调查 也希望这次的澄清能够解答民众的疑惑 让可能影响社会和谐的风波就此平息 不过对于勇望超市和供应商给出的解释 有的巫统领袖还是不买单 我们来看一组国内快报 尽管Aion Big超市和供应商已经发声明解释 但祈祷电误会风波却无法就此平息 根据每日新闻的报道 柔佛巫统伊斯坦达城中议员班达阿默认为 这两家公司都没有针对自身疏漏道歉 反而怪罪民众在网络上散播不实资讯 因此建立当局暂时冻结他们的营业执照 伊党副主席穆哈默阿玛透露 国盟可能会委派民政党候选人 上阵雪州新骨毛州席补选 他表示由于团结政府在许多课题上表现欠佳 因此只要国盟说服人民相信他们的能力 无论派哪个政党上阵 国盟都可以轻松赢下这个席位 冰城亚裔淡水坝的除水量逼近第三级警戒水平 只够维持该区域用户30天的用水量 宾州首长曹关尤表示 4月过了一半但由于亚裔淡水坝所在地不下雨 他已经指示宾州水工机构减少从亚裔淡水坝抽取生水过滤 避免水坝的水位跌破30%的水平 卫生总监拉斯发文告表示 我国炎热天气将持续到4月中 他呼吁民众减少在户外暴晒 摄入充足水分避免中暑 他说截至4月13号 已有两宗因中暑死亡的案例 分别是22岁男子和3岁男童 感谢您的观看